新浪语歌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伊迪丽乐巴 那欢迎乐巴带起来到我们的微博之业 您准备评价自己的2020年 2020年过得很充实 然后也很开心吧 今年自己上过的微博热搜最喜欢哪一个 我都忘了我有上过 啥,挺多的吧 好像,但好像很多都是什么造型什么什么的 所以就还好 那就是唱完之后有上过一个就是跳舞像小朋友的热搜 当时开完之后第一版是什么 跳舞像小朋友,有这样的呀 我有看到粉丝发,但是我不知道就还上热搜了 跳的时候好像没有感觉 可能是因为和男团女团对比出来 就感觉太不太成熟了那个舞蹈跳的 你有说过长歌星是一次不一样的尝试 能看起来你很期待就不行吗 可以各不聊聊这种情色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其实我演的剧我都特别期待 那长歌星的话其实当时一开始是有点拒绝的 然后后来到慢慢去接受他的过程并且喜欢上他 我觉得这样的感觉应该是之前都没有过的 所以他对我来说会不太一样 然后长歌他的话 他的性格我特别喜欢 就是慢慢的一个成长的一个性格 虽然在剧中这个角色是一个 从很小的一个小朋友到慢慢长大的一个过程 那我应该也算是和他一起成长了吧 对之前也有一些角色是让我觉得我有一起成长 但是没有像他给我的那种改变那么大 为什么你开始有拒绝了 嗯就是那会就不太不太想再拍古装戏 然后想要多拍一些现代戏 那你是我的荣耀中的这个大明星 乔经兵跟迪迪哥娃本人有什么距离 乔经兵的话可能更可爱一些 然后会更加的怎么说呢 会更加的像女明星 然后我本人的话我觉得好像除了工作的时候以外 平时就不太像 不会像她那么像 对 她是真的就是 就从生活和工作上面 都特别像女明星的一个人 那我自己就工作 生活的时候不 就有点 就让人找不着我的那个感觉 那本次出演女明星 对你而言就挑战了 因为我之前演过 两三次吧 好像是女明星 所以我觉得还好 就是挑战的话 其实她年龄跟我差不多 现在这是一个很 很好的一个相似的点 就是乔晶晶的年纪 差不多 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 就是驾驭起来 会比较轻松一点 那如果迪迪·热巴 和郝美丽 高文 乔晶晶生活 在同一个游泳圈 你会选择和谁成为闺蜜 高文 为什么 因为她的性格会比较 大大咧咧 会比较外向一点 对 那你觉得就这三个角色 和你就是 大家一起能成为好朋友 三个角色 如果在同一个戏里 应该很快能成为好朋友吧 因为都是我 那有没有什么事情 是乔晶晶会做 但迪迪·热巴本人 肯定不会做的 乔晶晶会做 她好像应该是29岁就结婚了 迪迪·热巴不会做 那去年做过的事情 对你而言挑战最大的是什么 去年好像没有做什么 特别大挑战的一些事情 主要还是我觉得 大家都还在认真的防疫当中 所以有一些可能 比如说想要去尝试的 一些户外的一些挑战的东西 我都没有去尝试 就都留下来了 对 所以未来再说吧 分享一下去年在微博上 最开心的一次冲浪经历 去年好像每天都有一些 开心的冲浪记忆 在微博上 比如说看到一些 奇奇怪怪的视频 对 就会打开你一天的快乐圆圈 尤其是早上起来 一整眼开始刷了微博 对 就是有一些很好笑的 对不起 我很喜欢看那种 摔倒的那些合集 都会让我特别开心 对 把自己的快乐 见到了摔倒的人 痛苦之声 那去年最感动的 一些冲浪经历呢 去年最感动的 我觉得就是 关于防疫的一些 医护人员啊 还有一些 不是医护人员的一些人 他们做的一些举动 会让人很感动 今年过年是怎么过的 今年过年在春晚 对 然后春晚结束 然后就赶下一个工作 这样子 对 那比如说回家过年的话 亲戚会给你问一些 娱乐圈的八卦吗 反正我爸妈不会问 对 都不会问这些 他们好像不是很感兴趣 对娱乐圈的一些八卦 对 那今年还有什么新的工作安排 今年的话 还是在认真工作当中 然后现在也在剧组 然后就是等着 拍的两部剧 跟大家见面吧 那能聊一下 现在就是新的角色 简单剧 现在新的角色 有看过小说的朋友 应该会知道 那没有看过的朋友 应该就是 等着期待 我们的电视剧的播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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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